大家好,欢迎来到玄乎神乎,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很多人都对达芬奇的成就感到惊讶 因为他不仅是一位画家 还是数学家、雕塑家、音乐家、作家、地质学家 解剖学家、植物学家、发明家、建筑师、工程师 还有制图师 这个人就是个全才 没错 不过人们在对他的天赋震惊的同时 不免有所困惑 为什么达芬奇能够成为一个多领域的大师呢 好像全世界他是唯一一个有这种能力的人 于是就有人猜测了 达芬奇的天赋可能跟外星人有关 因为只有这种说法 似乎才能对达芬奇的天赋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实那些认为达芬奇与外星人有过接触的人 他们的想法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达芬奇曾经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失踪过两年 之后他的过人的天赋开始大爆发 所以有人会有这样的猜测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达芬奇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他是否真的同外星人有过接触呢 达芬奇曾经有过为数不多的自传笔记 一个神秘的洞穴经历就被收藏在了他的笔记中 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发现的一个巨大而又神秘的洞穴 描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 他说我在阴暗的岩石间徘徊了一段距离后 来到了一个大洞穴的入口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感到很惊讶 我来回弯腰想看看能不能在里面发现些什么 但里面的黑暗阻止了我 突然间我心中生起了两种相反的情绪 恐惧和渴望 我既害怕危险的黑暗洞穴 又渴望知道里面是否有什么奇妙的东西 您看这个恐惧和欲望之间是很难做选择的 他最后是选择了恐惧呢 还是选择了欲望呢 他的欲望赢了 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占了上风 他走进了山洞 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 要是我马上离开 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我也不会选择走入洞穴的 至于说对洞穴里面的描述 好像达芬奇也没有写太多 他只描述了一头镶嵌在墙上的鲸鱼化石 他说鲸鱼用它的旗和尾巴 快速猛烈的拍打着 在大海中引发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海浪淹没了船只 吞没了所有的一切 毁灭了很多国家 很多国王 自从这条奇妙的鱼死了以后 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他的这个描述似乎是某一期文明被毁灭时的那种情景 很像 不过自从达芬奇有了失踪的经历以后 他开始在很多领域里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所以有人说达芬奇可能是在洞穴里遭遇了外星生命 是外星生命告诉了他什么 也有可能是他进入了洞穴以后 意外的进入了时空隧道穿越了 回来以后带回了很多当时人类还不知道的知识和技术 我们都知道达芬奇在绘画领域的惊人天赋 像《蒙娜丽莎》 《最后的晚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不过虽然达芬奇在绘画领域的造诣很高 但是真正传世的作品似乎并不多 大概只有那么20多幅的作品吧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就说了达芬奇有些不顾正业 因为他除了绘画以外 还在很多其他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考证他一共留下了15000多页包罗万象的手稿 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做不到的 就连他的遗言都与众不同 什么遗言啊 他说我冒犯了上帝和人类 因为我的作品没有达到应有的质量 是有点与众不同啊 知道怎样正确的审视自己 没错 达芬奇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郊外 一个叫芬奇的小村庄 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富有的公正人 母亲只有14岁 是位农家姑娘 不过他的父母并没有真正的结婚 童年的时候达芬奇画了很多素描 后来他的父亲就把他的作品拿给了艺术家维罗基奥 当时就把这位艺术家给震惊到了 后来达芬奇就成了维罗基奥的学生 在维罗基奥的工作室大部分工作都是艺术家和学生合作完成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基督的洗礼》 这幅画大约是在1470年到1475年绘制的 主要是由维罗基奥本人还有达芬奇完成的 达芬奇画的是一位捧着衣服的天使 虽然当时达芬奇只有18岁 但是他笔下的天使比维罗基奥画的人物形象要精彩的多 据说维罗基奥看过达芬奇笔下的这个灵动的小天使以后 他说我可能以后只能拿这个雕刻刀了 后来啊这个维罗基奥真的就不再画画了 改雕塑了 达芬奇从小没有真正上过学 但是接受过阅读写作和初等数学的教育 他读书很吃力经常分心 不过呢他喜欢观察蜥蜴啊 萤火虫啊野生动物啊还有植物 可是长大以后他在很多领域所掌握的知识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没人知道 大家都认为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杰作 然而如果历史稍微有点改动 那么在卢浮宫的中心很可能出现一件巨大的作品 在1400年代后期达芬奇受人委托 创作一座20英尺高的米兰公爵父亲骑马的雕塑 达芬奇为此工作了17年 可是没想到米兰被法国军队入侵 他的创作的雕塑被毁了 如果你曾经近距离观察过达芬奇留下的任何一张解剖图 你就会知道他对人体有多么深入的了解了 为了准确了解人类身体的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他对很多动物和人体做了解剖 他的大部分解剖图都是在1480年左右制作的 非常准确 非常详细的画出了人体的肌腱肌肉和血管系统 达芬奇留下了大量日记 这些日记中记录了他的想法 他的发明 甚至还包括他的购物清单 不过奇怪的是 这些记录中有许多都是采用镜像的方式写的 就是说你要想看懂这些字 必须把每张纸举起来 透过光线你才能读懂那些字 为此一些人猜测 达芬奇是有意这样做的 故意让人看不懂 但是很多人认为 达芬奇并不是要加密他的作品 而是因为他是左撇子 如果他是从左到右这么写作 很有可能会碰到写在纸上的油墨 但是反向写作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他还真的是与众不同 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是这么写作的 您看西方人其实左撇子特别多 那字不都是写的很正常吗 其实达芬奇的这种写字方法也不是唯一的 我也可以这么写 而且我还写得很快 只是我没有练习过写得很难看 我怎么不知道呢 写得很难看吗 有什么好炫耀的 我还是想看看 待会您得给我写两笔字看看 达芬奇虽然有绘画的天赋 但是他的兴趣远远超出了美术 他研究自然、理学、解剖学、物理学、建筑学、武器等等 搞了很多的发明设计 不过他的这些设计几个世纪都没有实现过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说 达芬奇就像是在一个黑暗中醒得太早的人 而其他人还在睡觉呢 就是说达芬奇的设计太超前了 别人跟不上 没错 达芬奇把自己的发明都记录在数千张纸上 都是他的手写笔记 达芬奇对飞行特别着迷 通过对鸟类的解剖研究 他希望能造出一台机器 有朝一日能把人类带到天上去 像鸟一样飞翔 他在1505年到1506年间 写了一篇名为《鸟类飞行法典》 他把自己的想法都记录了下来 早期他根据蝙蝠的翅膀结构 设计出了带有翅膀的飞行器 后来他又设计了许多 带有拍打机械翅膀的人力飞行器 它的另外一个飞行器的设计 有时被称为空气螺旋甲 跟现在的直升机有些相似 达芬奇在1483年提出了直升机的想法 并画了草图 这是一个巨大的螺旋体 由僵过的哑麻制成 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螺丝钉 它在弹簧上旋转 当它达到一定速度时 会把整个螺旋体抛向空中 飞行员站在底盘上 靠拉动钢丝绳来改变飞行方向 西方人认为这是最早的直升机设计蓝图 除了建造使人类能够飞入云层的机器外 达芬奇还设计了让人从高处下降的设备 1483年 达芬奇绘制了第一个降落伞的设计图 它设计的降落伞和现代的降落伞不一样 它是由加固好的布置材料和木杆制成 形状像个金字塔 2000年6月 一位英国跳伞运动员 从3000多米高的热气球中跳了下来 使用的就是达芬奇金字塔型降落伞的V型版本 它感觉下降中出人意料的平稳 达芬奇设计的桥梁结构简单 可以在几分钟内搭建出来 在军事上绝对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只要有几根带缺口的木杆 不需要任何的螺丝或者是其他加固的部件 就可以快速的安装起来 大西洋法典中还发现了另外一项更加著名的军事发明 这项发明被称为巨型十字弓 这个武器虽然从来没有真正制造过 但是达芬奇认为 敌人看到这个武器就会感到恐惧了 达芬奇除了设计出了直升机还有降落伞以外 它还设计了装甲车 这个设计经常被比作是现代的唐克 装甲车是锥型结构 周围都是大炮 可以以360度角展开攻击 达芬奇还设计出了水下呼吸器 目的是让士兵可以在海底行走 从下面来破坏敌方的舰艇 而漂浮在水面上的器官 可以让士兵在水下呼吸 就像是潜艇一样 达芬奇还制作了纯粹为娱乐设计的装置 1495年左右 他设计了一个身穿盔甲的机器人 可以坐起来移动头部 甚至在手上挥舞一把剑 达芬奇知道如何让复杂的齿轮和滑轮系统 尽可能密切的模拟人体的运动 历史上最早的机器人大概就是这样诞生的 达芬奇还真是一位令人惊叹的舞台导演 还有特级大师 他在1515年的时候送给法国国王一个机器狮子 如果你用鞭子击打机器狮子三下 这个狮子就可以走路 移动头部胸部张开露出百合花 其实500多年前 达芬奇就有很多带有现代科技色彩的发明了 所以就有人质疑如果他的能力不是神赋予的 是跟外星人有关 其实他留下的数千页的手稿中 人类能够破解的也只是一部分 说不定他也是一位拥有高级技术的外星人呢 真有这种可能 那观众朋友您是怎样认为的呢 玄乎神呼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